远东百货花莲中秋宋爱做工艺 将饭店及人气商家超过100盒的应景礼盒 制赠给花莲施工所指定转赠的家福中心 让这个花莲的辅助童能开心在家感受中秋氛围 疫情期间百货一夜遭受严重冲击 但是远百花莲店依然是不忘做工艺 中秋节前夕由店长黄永芳代表公司 制证了101盒的中秋礼盒 透过施工所转介捐给了花莲家福中心 这个东西是我们就算有疫情的话 我们更要去做的这件事情 因为在这个时候要受辅助的家庭 想必会更多 我们在尽我们的企业责任的这个部分 我们一直不遗余力 应该在更应该在这个时候 要站出来善尽社会的一份责任 是说我们精心挑选过从全国的伴手里面 精心挑选每一年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一份心意 能让这些能够受辅助的家庭 能更有一份的感觉 在这个疫情当中能更有一份的感觉 市长为大权见证了这一场爱情捐赠 他也感谢企业对弱势的关怀与支持 我们真的要非常谢谢花莲员百号 那黄店长跟所有的一些同仁 那这样子来捐赠非常多 非常好的一个物资给我们家福中心 那其实在马上就要过节了 我们也希望这些物资可以给这些家庭 非常快地受到一份惊喜的一个礼物 那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物都是大品牌的 而且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有健康保证 那我们真的希望这些家庭感受到社会满满的爱心 那如果说社会的角落里面 还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也可以到花莲市公所 我们也会全力来协助 困难的疫情环境下 收到来自企业的帮忙 花莲家福致上了万分血液 因为现在花莲家福 我们现在全县帮助的家庭 大概有将近1800户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说 今年疫情影响各行各业很多 然后我们非常感谢远拜 在这个那么不景气的过程当中 他还是秉着社会企业的精神 然后来支持我们 那当然也更谢谢花莲市公所 然后卫家行为市长 在这当中的穿针引线 然后让我们的家庭都可以在 这个中秋佳节当中过个好年 那因为伴手礼来自全台湾各地 那我相信我们的家庭 也应该会有很棒的一个收获 然后可以厂用从各地来的一些美食 花莲圆百圈 整个秋节礼盒都是大品牌的食品 品质好价格也高 市长卫家学院希望受到礼合的家庭 可以感受到社会的爱心 他还表示在社会角落 如果有需要帮助的朋友 可以到市公所设劳课 市公所会透过食物银行 或者是慈爱基金 给予帮助 占度难关 却旅会欢迎市报道